如果是等中央放生 香港形式上回歸 人生亦都回歸 即是未来愿意在 中国共产党质政的中国下的特区 发展一国两制 香港仍有空间发展 在看片之前 大家记得分享、赞好和订阅卓健明家 最重要是按这个小铃铛 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影片 过去那段时间 香港的环境 在反对派的推动下 民主选举就变成了一场斗激斗出位的政治战争 而这些斗激斗出位在什么范畴进行 就是斗逗谁救反共 斗逗谁愿意和中国撤离关系 不做中国人、做香港人 甚至是侮辱基本法、侮辱国旗、宣扬港独 都变成了反对派的标志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当时香港有些判断力的人 都知道这样下去 北京一定不可能接受 变成了回归后 香港的反对力量 变成了一股反回归的力量 这个与整个历史发展是不一致的 亦都是对实力地位的评估 作出了失误的判断 因为时代已不同 清朝约才有鸦片战争 才有各地赔款 现在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反对派觉得他们投靠的西方 在实力上仍比中国强 这个无疑是事实 整体角力上 现在美国加上西方力量 是比中国强 但是香港是近中国 亦都是已经回归中国 在国际上大部分人都要承认 即使是美国、英国都只能够接受现实 香港是在中国管治下的一个特区 所以北京对香港做的很多政策 美国最多是在延迟上反对 或者加以经济上、政治上制裁 美国是没有办法用行政命令 去改变香港 或者改变中国 对香港的一些具体的做法 譬如人大 常委会通过要在香港定立国家安全法 人大要修改基本法的附件 美国在华盛顿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些事情 所以香港的反对派 是理应知道香港的事情 哪一个才是有主导作用的 你判断错了哪一个主导 你当然在定立自己的政治路线 策略上出现失误 去做一些自己实际上做不到的事情 为何他们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呢?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对北京需要香港的程度 以及对美国能够产生的影响 是作出错判的 因为我看到很多反对派的头面人物 在《国安法》通过之后 他们是纷纷离开香港的 当初就说跟香港人共命运 搞到普遍就一早了知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相信他们最初是 不知道会发展成这样的 他们以为北京对香港的依赖很大 只要美国制裁 或者说不再赋予香港一些特殊的地位 北京就会让步 我记得《国安法》还是 刚刚提上人大的议事日程 未通过之前 那些反对派 有些KOL 或者在报纸写专栏的人 都还是说到尾尾会收回 他就想着只要美国施压 北京是顶不住的 有些说法还说到大陆快要支爆 认为大陆这个政权恰恰可危 随时自顾不下 所以就没有条件在香港问题上 和美国讨价还价 这就是评估上失误 最后发觉事情不是 像他原本预期中发展的时候 唯有苍茫出走 这就是评估失误 这就是评估香港人 如果我自己一直都之前说 一人一票选特首的时候 其实应该先带着 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 能够参与选举 以一人一票方式的选举 已经是一种民主体现 西方国家也不是每个人 都有机会参与选举 参与提名 所以当时要跳出基本法 搞公民提名 我认为是折外三支 妨外了香港人 拿到那次难得的 一人一票选特首的机会 当时反对派说 一人一票 如果都是梁振英A 梁振英B 梁振英C 都是没有意思的 其实你美国选举 他都是民主党选择一个出来 共和党选择一个出来 比普通人选择 我自己觉得 有得选择一定是好过没有得选择 因为有得选择 你三个梁振英ABC 都要争取选票 都要按照选民的意愿去竞争 所以一定是好过现在这个版本 所以他们觉得 是倒退也是事实 这个倒退是怎么造成的 他们之前去追求一些 不切实际的目的而造成 因为他们追求那种所谓 终极民主的版本 只是理想主义 将那一套 不要说加在香港 香港未必适合 北京未必接受 即使拿去美国 拿去英国 别人都不会完全按照它的版本去做 所以政治的发展 就是一个演变的过程 跟各方力量参与下的演变过程 香港未来的发展 只能够在现在的时空限制下演变 香港人应该争取这种演变 在北京的认同下 令到北京安身的情况下 我们才有更多的空间 现在的情况就是 正正因为北京不放身 所以修得很紧 又要有资格审查委员会 又要有选举委员会 目的就是要爱国者治港 而爱国者治港 亦都是一个所有国家都会要求 他的参选者要做的事 只不过表达的模式不同 因为美国一定要求总统在美国出生 才有资格参加 否则多少人选你都没用 所以不是所有东西都是选票一行考虑 如果你被发现不是美国出生 你的总统多少人投票都没用 奥巴马曾经被特朗普怀疑 他不在美国出生 目的就是要拉他下台 我自己觉得 泛民将爱国和民主对立起来 本身是一种不聪明的做法 他们说现在这个制度目的是 不让泛民参选 其实泛民只要不再强求民主选出来 即使不爱国都可以做特首或者做议员 或者说有选票就算支持台独 都不应该DQ 即是他们争取的事 是违背了一般的政治上来 所以我认为 现在的制度是剥夺了他们参选的机会 原因是他们参选时的定位失误 如果他们肯放弃民主和外国是对立的 或者有选票就支持港独 或者危害国家安全都没有问题的 在这些错误理念下 他们将来的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少 如果他们放弃这些理念 他们将来参选 一样可以争取双普选 我相信争取双普选 大陆不会反对 如果争取双普选也不会反对 在将来的制度下 他一样可以对香港的预算案提出不同意见 对香港的福利制度 医疗制度提出不同意见 不用一定做橡皮图章 都可以参选或者从政 所以将来香港的政治活动有多少空间 很大程度 亦取决于香港人自己的取写 例如你要将香港的选举 维持到以前的 如何表达对中央不满 对西方的崇拜 那你香港将来的发展一定是被收得很紧 如果你是等中央放身 香港是形式上回归人生也都回归 即是未来愿意在中国共产党质政的中国下的特区 所以发展一个一国两制 香港是还有空间发展的 无论如何发展都好 我相信在香港 未来还会有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 会有以普通法为基础的法治 亦都会有香港人已经责以为常的生活方式 所以香港大体仍然可以不变的 只不过某一些以前走错了的方向 就会被北京以相对明确强硬的手段 以立法的方式 以人大通过决议的方式扭转过来 这就是我对香港现在政治形势的判断 喜欢明家分析记得给like和分享 支持和订阅卓健明家 最紧要是按下这个小铃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片